我这件雕塑呢叫一路高歌 它表现的是在中国的西北 有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 我先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底座 它是在黄河西北的黄河上面 有这种用羊皮 整张的羊皮吹起来的一种 有11个把它穿到一块 吹起来的像气球一样的东西 然后上面铺上竹筏子 然后这就是最原始的 当时西北的这些劳动人民 所发明的一种水上的交通工具 这个很有特色 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见到 然后呢 我是用的这种特征 还有我们西北的这个帽式 这是一个头巾 我们这是要出去旅行的一种状态 然后呢 整个这个给人的感觉 我就想表达 我自己出去旅行 然后呢 非常自由自在 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 一路上非常欢快 然后呢 一路唱着歌 去一路走一路唱 所以它的名字叫一路高歌 我这件雕塑叫鬼鸟嘟嘟 然后我所有的孩子都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嘟嘟 然后这件呢 是他穿着我们典型的开装裤 露着小屁股 非常的可爱 那个 我通过这些特征 包括做鬼脸的这一瞬间 想把这个瞬间展现出来 抓住这一刹那 然后展现给观众 我这件作品叫嘟嘟的芭蕾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他在学跳芭蕾舞的一个动作 这么一种状态 自己在自娱自乐 然后你可以想象到 可以他身边好像还有 更多的其他的小朋友 在看着他跳 然后这种 他是个男孩 然后呢 还穿上这个芭蕾舞的裙子 然后露着小屁股 然后自己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的这种 边笑边跳 然后学的动作又很拙劣 我就想通过这种 这种拙劣的表达方式 来再现 这个我 我们小时候的一种 那种同趣 想学大人 想学一些东西 但是呢 又学不像的那种 拙劣的可爱 我自己呢 同时呢 我自己也是 也经历过这种事情 我从 我小时候也穿过裙子 甚至上过大街 甚至上过大街 然后当时 你觉得 还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 现在想想 觉得还是很好玩 然后我觉得我每个人 都有一些 值得回忆的过去 值得去深思的过去 现在想起来会很有意思 我呢 也是想通过 这种表达 来重新温固一下 自己的那份感情 这边这一件呢 叫 斗鸡 然后呢 也俗称 撞拐 是我们 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 它就是两个人 用 单脚跳 抱住一只脚 然后呢 两个人对着顶 看谁能把谁 给 顶倒了 摔倒了 然后 就算是 赢了 这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一种游戏方式 非常的怀念 所以我现在也是 想把它这种 瞬间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 这件作品叫武士 三号 然后呢 从 之前做了一批 这个游戏题材的 东西 然后 现在呢 我突然间 有一种新的感觉上来 就是说 一种 我再加入一些 更 国际化的一些元素 把 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 明显的符号 给它削弱一点 然后呢 我就想尝试一下 转变 加入一些新的 更 感觉让人很酷的一种元素 所以我现在 这个 整个这个 武士呢 这种状态呢 是 其实跟我自身 平时有点 像 它就是 比较 看着比较慵懒 然后呢 比较放松的状态 然后被风吹的 站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但是呢 给人感觉是 它既放松 但是 虽然放松 但是呢 它是很有力量的一种 让人越看越有力量的一种体现 然后呢 给人感觉还是比较 又很酷酷的一种感觉 就是想 表达一下这种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